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贡购大楼坠落 落在三号出口处 因为当场没有了生命体征 所以并未送医 目前警方已经抵达现场 坠楼原因待查 此消息一出 全网哗然 这名年轻的生命定格在此 未免太过可惜 艾成是马来西亚华裔男艺人 从小天赋一饼 1997年 年仅15岁的他在与初恋分手后 伤心欲绝之际写下了歌曲《爱是如此不容易》 这首歌曲后来收录在他的原创专辑当中 并成为了张子怡主演的电影《紫蝴蝶》的主题曲 也是15岁那年 艾成参加了滚石唱片主办的比赛 获得了总决赛冠军 最佳演艺奖 那时艾成星途璀璨 日后大哄大紫 只是时间问题 后来艾成又相继参加了很多比赛 直到22岁才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艾成Mr.I》 不过 这之后艾成沉寂了一段时间 直到26岁才又复出 参加了超级偶像的比赛 并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 艾成的音乐之路就此定格 此后 他发专辑 出唱片 每一首都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乐坛发展有局限性 不甘平庸的艾成后来又转战影视行业 参演了《新兵日记》《富于此》《风水之家》等剧 积累了一定的人气和口碑 到了2012年 艾成又与王瞳和豪杰 组成了北七乐团的组合 也是在这个组合里 艾成陷后了真爱 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 还遭受了艾七背叛的伤心之事 北七乐团成立没多久 艾成就与王瞳公开了恋情 王瞳13岁踏入娱乐圈 参演过《野球风云》 《神机妙算》刘伯温等剧 名气不小 两人公开恋情之时 所有人都表示祝福 更重要的是 那时的艾成因为工作压力 发福成了大胖子 遭到了粉丝的嫌弃 但王瞳不仅不介意对方的身材 还公开表示 胖胖的男友很可爱 很有安全感 两人的甜蜜爱情 维持得稳定又漫长 初双入队 年复一年 到了2018年的时候 艾成求婚王瞳 许下了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的诺言 2020年 艾成和王瞳 结束了八年爱情长跑 转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金童玉女喜节连礼 无数人到场祝贺 本以为两人能如交似漆地度过余生 但是万万没想到 艾成的女友王瞳 在拍摄《大时代史》 与已婚男人马俊林 擦出了爱的火花 随后 两人背叛各自的爱人 做出了越轨之事 马俊林的妻子得知此事后 将王瞳告上了法庭 在舆论的喧嚣下 王瞳召开记者会 承认了背叛一事 女友背叛带给艾成的打击是巨大的 但是艾成并没有因此指责王瞳 或以此提出分手 相反 他很大度地原谅了王瞳的行为 还坦言 错了悔改就好 人生不怕重来 重新再来 永不放弃 我绝对原谅 看来深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番原谅行为就足以看出 艾成是个有风度且自主的男人 只可惜 甜蜜的爱情 还未等来白头显老的相守 艾成就先一步离开了人世 而彼时他也不过才四十岁而已 生命永远定格在四十岁 离开的方式是坠楼 想想就令人心痛 关于艾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接下来说 王瞳在艾成追思会上 准备吸铁 一家三口铜矿 让人瞬间鼻酸 歌手艾成十七号坠楼离世 他的追思音乐会超乎想象艾成了 于二十四日举行 包含演艺界的好友来自马来西亚的家人 与爱妻王瞳都一同出席 缅怀艾成 而王瞳在追思会前特别准备了Q版的吸铁 照片上一家三口的细节曝光 让人瞬间鼻酸 艾成原本要带王瞳回马来西亚补办婚礼 却在婚礼前三周离世 让王瞳心痛又不舍 在这次的追思会前 王瞳特别请同仁绘制Q版的吸铁 象征两人未完成的婚礼 只见吸铁上印着大大的 我爱你与你同在 而吸铁正中央则是由卡通人物版的艾成 搂着王瞳 还抱着爱犬哈柔 一家三口都露出大大的笑容 在吸铁的下方还附上了艾成送给王瞳的情歌《我在这里》 歌词中描绘艾成对于爱情的心路历程 寻找存在的意义 直到遇见你 我是如此爱你 永远都不离去 更对妻子深情告白 就让我一生守护你 我在这里 相当动人 王瞳表示 这张吸铁是原本要回马来西亚前送给艾成的礼物 根据联合报报道 王瞳替这次的追思音乐 取名为超乎想象 艾成了 原因是因为 艾成其中一首创作曲 就叫超乎想象 亲友认为 艾成身前总把握每分每秒去爱身边的人 成就了爱的真谛 最后达成共识 确立音乐会名称 追思音乐会在24日下午1时30分取行 地点选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的景行厅 王瞳在下午1点左右就来到现场 虽然整个人看起来瘦了不少 但是在各种细节上 可以看出他对艾成的思念 例如身上的白色洋装 是艾成生前与王瞳约定好的 要在婚礼上穿的 以及他跟潘艺如张云晶一起上台 在观众的泪海中演唱多首艾成的自创曲 最后追思会在4点多圆满结束 王瞳捧着艾成的照片 缓步走出会场 他在灵车上露出笑容 比出数字7的手势 象征夫妻俩7月7日的结婚纪念日 虽然艾成已经离开 但他的歌声与温暖个性 将会留在所有人心中 接下来说 王瞳痛失艾成身心遭受打击 好友唐美云曝光了王瞳的最新回应 马来西亚歌手艾成 8月17日宙世 享年40岁 追思音乐会超乎想象艾成了 于8月24日圆满落幕 聚集演艺界的好友、家人 一同出席缅怀艾成 遗体于同日火化 将长眠三峡天品山庄 爱妻王瞳这些日子来 饱受煎熬身心遭受极大的打击 身为好友的唐美云传讯关心 曝光了王瞳的最新回应 歌手艾成辞世 家人和亲友8月24日下午 为他举办音乐追思会 爱妻王瞳穿着艾成帮他买的蜜月洋装 双眼浮股献身 模样相当的憔悴 强忍悲痛 送至爱最后一场 原本9月要回马来西亚 补办婚宴 如今成遗憾 当王瞳在台上收到首会婚纱照后 更是忍不住崩溃大哭 艾成突如其来离开 最伤心的莫过于妻子王瞳 在这次的追思会前 王瞳特别请人绘制Q版的吸帖 象征两人未完成的婚礼 只见喜帖上印着大大的 我爱你与你同在 而喜帖正中央 则是由卡通人物版的艾成 搂着王瞳 抱着爱犬哈瑞 一家三口都露出大大的笑容 看来相当的温馨 历经丧腹之痛的王瞳 心里还无法平复 也让各界相当担心他的情况 身为同门师姐 见好友的唐美云 昨三十一日出席 问美云知道记者会时 透露有关讯息 关心王瞳 请他一定要保重 王瞳有回讯 谢谢 一定会的 让人听了十分的心疼 唐美云也呼吁外界 要给他空间疗伤 给他太多压力 太残忍了 艾成离世后 家人最后决定 让艾成长眠第二个家乡台湾 长眠地位于三峡的天品山庄 基督徒专属墓园 园区中将设置爱的橱窗 摆放对艾成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布置艾成一生的心愿 能够站上鸟巢进行演唱会的意向 预计两个月后对外开访 终于五字字形参应 转